1974年石油发展法是欺诈吗? 沙拉越人民质疑一个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的有效性 理由是该协定是由一个独立国家 马来亚联邦和两个英国殖民地及沙巴和沙拉越签署的 并且由于这三个签署者的地位不平等 依照联合国的裁决的第1514和1541案例 使得该协定无效 似乎这种有效性问题也一直困扰着 另一个被称为1974年石油开发法的文件 该文件已被沙拉越人视为对沙拉越人民的祖咒 沙劳越前首席部长拿督拉曼耶骨是文件的签署者 他永久授权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所有权 无论在马来西亚境内还是境外 勘探 开采 赢得和获得石油的专有权利 权利 自由和特权 1974年石油开发法一项下的授予 转让和归属是不可撤销的 并凝却保马来西亚国油公司及其继承人的利益 我们一直以来被告知 通过1974年石油开发法法律文件 沙拉越永远失去了石油天然气资源上的一切 并对那个前任首长以及当时的沙拉越政府感到愤怒 但是 通过仔细阅读代有当时沙拉越首席部长 签名的1974年石油发展法第十二页 人们应该注意到他提到在马来西亚的岸上或离岸的部分 而从来没有提到过在沙拉越岸上或离岸的部分 那么该文件就不能成为有效文件 因为 沙拉越首席部长 无法代表马来西亚其他合作伙伴 即沙巴 沙拉越和马来亚联邦签署 如果 该文件是由当时的沙巴首席部长 当时的沙拉越首席部长 和 马来亚联邦 首相 共同签署的 则该文件 可能是合法 有效的文件 没有沙巴首席部长和马来亚联邦首相 这两个额外的签名 没有沙巴和马来亚联邦的联合共同 永久授权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所有权 那么该文件属于不合法 因此 沙拉越的油气所有权 没有因为这不合法的 1974年石油开发法文件 被剥夺 沙拉越的油气所有权 还是完整的 有了这一发现 沙巴劳越政府 就可以拿回主动权 可以决定马来西亚国油公司的 借地位和它的新条款和条件 而是有利于沙拉越政府的新条款 并将马来西亚国油公司 重新定位为沙拉越的投资者之一 而不再需要参考1974年石油发展法 沙拉越政府可以自由聘请 其他任何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沙拉越 勘探石油和天然气 由于沙巴劳越政府 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石油公司配托 为了公众的利益 应向公众公开 经过审计的账目 以及股东和董事名单 以证明 沙巴劳越石油公司的运营 是干净透明的 在理想情况下 沙巴劳越石油公司配托 应该发展成为一家 以沙拉越为基础的全民公司 对沙拉越人民负责的公司 因此 董事和股东必须是沙拉越人 沙拉越石油公司的主要经营目标 应该是促进沙拉越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使人民有平等的就业和教育机会 以及增加更好的基本设施 来提升外国投资和旅游业发展 有了油气的全部收入 沙拉越政府就该提早完工泛婆罗州公路 并为沙拉越整体规划铁路系统 并根据提交的各议会预算 为每个城市城镇和地区分配足够的发展资金 以及尽量符合私人公司 尤其是有关农业和中小企业的要求 沙拉越政府应设立一个特别部门 以协助沙拉越产品的出口 并在不同国家成立贸易委员会 应特别注意滥用职权和贪腐的可能性 对贪腐采取零容忍态度 对贪腐采取零忍态度